大家好,今天为您解读的书就是疯传,让您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样侵入您的产品。 作者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乔纳伯杰。 在本书中,作者向我们介绍了一种观念, 过去,要使一种产品流行起来,主要靠产品质量的提高,价格的降低或广告宣传。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交流信息的速度越来越快, 通过信息的交流,产品和思想可以快速传播,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从而赢得大量用户。 与传统的传播方式相比,这种完全依靠用户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成本低,说服力强,传播针对性强。 一旦人们主动地传播你的产品、思想和行为引发一场疯狂的传播, 你的产品和思想行为就会成为流行并获得巨大成功。 怎么才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乔纳伯洁认为,六大药素起到了积极作用,分别是社交货币、诱因、情感、公共价值、实用价值。 故事 这六个元素的英文缩写就是S。 因此,这本书中的疯传定律又称为STEPPS定律。 作者认为,包含上述六要素的产品、思想和行为更容易获得广泛的传播。 自2004年出版以来,疯传迅速翻译成数十种语言,畅销全球近百万册,深受互联网精英及营销者的追捧。 因为这本书一点都不枯燥,反而更像是一本实用的交流实战手册。 甚至可以说,这本书就是那些大V视频制作者们活起来的秘诀。 接下来,我将向您解释以下六大要点。 首先来说说第一点,社交货币。 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传递信息? 因为交谈是人类交往中最基本的工具,谈话需要话题。 因此,让我们想象一个话题,通过人们的交谈来传播。 是不是就像一张钞票在人们之间来回穿梭? 是的,话题是一种社交货币,人们用来传递信息。 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将自己的想法,所爱,所需传达给他人,从而构建出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 潜意识里,为了得到这个人有趣、可爱、聪明的评价,我们会寻找和传播那些有趣、有深度的信息。 通过支付这种社交货币,我们可以获得他人的好评。 如何铸造社交货币? 我们用了几种原料。 原料、惊奇和感动。 为什么会有惊喜和感动? 因为这两个词正好是生活的反面,和我们日常单调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意外,也没有太多让人热泪盈眶的事情。 因此,那些令人惊奇或感动的讯息会成为照亮黑暗生活的星光。 偶尔一闪而过,也会让人印象深刻。 所以,人们热衷于传播一个充满惊喜和感动的话题,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话题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而且,当她问出这些问题的时候,自己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一种神奇的魔力所吸引。 大家还记得苏珊阿姨吗? 这位奇貌不扬的中年妇女,在2009年英国达人秀节目中,凭借天籁般的嗓音和美妙的嗓音一炮走红。 一首《我有梦》征服了所有观众和评委,成为当年网络上最热门的话题。 正是这种惊奇和感动引发了人们的传播,使一名普通人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第二步,挑战与炫耀。 每个人都喜欢挑战,为了得到奖励,人们接受了许多看似毫无意义的挑战,有时甚至连奖励都没有。 光是战胜挑战带来的快感,就足以让人沉迷,利用人们对挑战的热情。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精心设计难度与奖励,使用户从中获得成就感。 二,将奖励放大,让使用者可以借机炫耀。 三次级用户之间相互攀比。 早些时候,航空公司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价值。 他们推出了各种各样的累积里程服务来吸引和吸引用户。 根据用户累积里程和飞行次数的不同, 航空公司会很热心地告诉用户,你已经达到了什么级别,获得了什么头衔, 还需要积攒多少里程才能升级。 这种目标明确,报酬明确的游戏设计使得用户可以轻松地沉浸其中, 并为不同等级的航空公司提供不同的待遇。 有特殊身份卡,有特殊的登机牌,有免费的休息室, 有专门的登机通道,有专门的接待人员,各种优惠, 让用户有一种物有所值的感觉。 更妙的是,这一切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 无论是空乘人员以贵宾的身份接待, 还是通过特殊通道登上飞机。 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可以给客户带来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刺激用户向外宣传,也能激发观众的攀比心理。 原料三,稀缺与专有。 稀缺和专有指的是产品数量有限或者满足特定需求的用户, 这两种方法在现代商品营销中都有应用。 先不说商品的质量如何,只要是很难买到的东西, 就能吸引顾客的注意力, 让顾客觉得这是一种很受欢迎的产品,值得购买。 而且,如果有人买了这个产品, 就会觉得这个产品特别新奇,很有价值。 而拥有这款产品的自己则更加与众不同。 他会告诉别人,这是因为有了这个产品, 他就会变得更加的优秀,更加的时尚,更加的让人羡慕。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产品得到了宣传。 比如知乎成立之初,就实行了邀请制, 只有极少数被邀请的用户可以在知乎上提问或者回答问题。 高质量的用户和回答,再加上精英社团的风格, 被邀请加入知乎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于是,种子用户纷纷邀请自己的朋友加入, 没被邀请的人则绞尽脑汁,想要挤进去。 于是知乎就得到了用户们的免费宣传。 在互联网上,最擅长,稀缺和专有的, 大概也就只有小米了。 小米在早期的时候, 每一款新手机的发售都是限量发售的, 只对忠实用户开放。 粉丝们也乐此不疲, 甚至认为这是小米的传统和米线的高度忠诚度。 下一步,我们将解读产品思想的第二要素诱因。 我们每时每刻都接受着海量的信息, 有些是眼前掠过, 有些则是沉淀在脑海里。 直到有一天, 它的记忆才会被刺激到。 这些刺激性物质就是诱因。 马仕公司在1997年夏天, 生产MM巧克力豆, 发现其产品的销售猛增。 经过一番调查, 他们发现一艘美国航天局发射的飞船 刚刚抵达火星轨道, 并在火星表面放置了一台名为探路者的设备。 这件事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而马仕的英文名称恰好就是火星。 由于火星这个关键词越来越受关注, 马仕巧克力豆的销量也因此暴涨。 但毕竟不是每天都有飞船登陆火星的。 如何使信息长久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和传播, 需要容易理解的观点和观点去引导人们的行为? 简单来说, 有三个办法。 第一, 将火星和巧克力豆联系在一起。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关键字是什么? 如果你的产品和人们经常接触的词汇或词语有联系, 那么人们一听到这个词, 就会联想到你的产品。 例如, 有一首歌叫做《星期五》。 这首歌没什么新意, 但是每到星期五, 它的搜索和播放量就会猛增, 使它成为2011年美国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 在视频网站上播放了超过三亿次。 二, 关联行为除了将特定关键词添加到产品概念之外, 还能将产品和思想和用户的行为习惯联系起来。 例如, 奇巧巧克力曾经大力宣传喝咖啡的时候, 一块巧克力是最好的选择。 两年来, 通过建立咖啡和奇巧巧克力相关联的产品销售量增长了38%, 同样有一打口香糖在广告中反复强调, 饭后咀嚼也会和用户的用餐行为联系起来。 通过不断地向用户灌输信息, 建立行为关联, 用户会经常把产品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从而增加产品被使用和传播的机会。 三, 形象的关联。 视觉符号比文字或概念更为简单直接, 如果能够将产品、 信息与视觉符号联系起来, 则更容易引发记忆, 引发传播。 大多数品牌都有简单明了的商标, 有的甚至只有形状甚至颜色。 正如可口可乐的红罐, 墨绿色的中华牌铅笔, 加多宝和王老吉之间的包装之争。 再往生了说,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包装公司的品牌。 不知道大家是否曾经想过, 为什么迪士尼电影总是以迪士尼城堡为开头, 而非迷老鼠、 唐老鸭、 迪士尼之类的大字开头, 而以漫天烟火为主题的城堡? 要知道, 迪士尼在2006年的收入中, 有三成来自于迪士尼乐园, 但是乐园属于度假消费。 谁没事想去迪士尼乐园玩? 迪士尼将乐园变成了一座城堡, 每一部电影的开头都有城堡的标志, 让人在看电影的时候都会受到影响。 我想到城堡里去转转。 第三个让产品创意疯狂传播的因素是情绪。 人是情感动物, 在社交过程中, 人们总是会把自己的情感分享给别人。 因为人类天生能够理解他人的感觉, 并且能够分享情感。 这也有助于人们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社会关系。 因此, 情感内容和情感内容天生具有极强的社会传播性。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首先传播的是愉悦感。 看看自己的朋友圈, 大部分人的状态都是开心的。 美食、美景、可爱、可爱。 这些内容塑造了我们的外在形象, 也给了我们内心的平衡, 让我们能够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 因此, 人们热衷于制造和传播有趣的话题。 但快乐并非生活的全部, 快乐就像大海中漂浮的泡沫, 无法沉入我们的心底, 也不可能掀起席卷所有人的情感浪潮。 这才是真正的碾压。 明朝是一种巨大的情感体验, 这种体验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直接获得的。 人们希望能被这种情感所俘获, 参与其中, 表达自己的情感, 成为裹挟整个社会的情感洪流的一部分。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 苏珊阿姨是一个平凡的女人, 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不同寻常的气质, 让那些不甘平凡的人看到了她内心深处的渴望。 但是, 大多数产品和想法都不能打动人心, 愉悦感又过于普遍, 难以迅速获得关注和传播。 那么, 除了感动与喜悦之外, 还有哪些情感能够唤起他人的情感共鸣, 并迅速传播开来呢? 研究显示, 积极情绪的刺激和幽默同样可以促进情绪的传播。 当你看到那些激动人心的极限运动挑战和幽默笑话时, 你会由衷地想把这种体验传递给别人。 除了正面情绪外, 负面情绪如愤怒, 恐惧等具有极强的传播力。 举例来说, 2006年底, 深圳一名男子在公众号上发文, 为其白血病女儿募捐。 文昌获得大量转发, 募集300万善款。 但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男子名下有三套房产, 被逼问之后, 他说房子是留给儿子的, 为了女儿治病, 他不能卖掉。 众多公众号争相报道, 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回溯整个事件, 我们可以发现, 一开始是普通家庭面对重大疾病时的脆弱, 引起恐惧与同情, 然后是善意的利用, 引发愤怒, 使整个事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很多公众号都会用它来制造话题。 其实很多公众号都在用这个方法, 他们喜欢从热点话题中寻找恐怖或者愤怒的点, 以此来激发读者的情绪, 从而获得认同和传播。 究其原因, 并非是这些话题值得传播, 而是情绪具有传染性。 第四个让产品和想法疯传的关键因素是公共性。 人们从来不会公开谈论他们的内衣和内裤, 要想把产品或想法传播开来, 首先要把它摆在所有人面前, 然后尽可能地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然后认同模仿它, 把它从私人的不公开的信息变成公开的信息。 这就是公共意味着什么? 心理学中有一种说法, 叫做社会证明, 每个人都会根据别人的行为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结果就是大家下意识地模仿别人的行为举止, 尽量不在大庭广众之下, 显得与众不同。 而人类这种互相模仿的天性, 恰恰是许多行为和思想传播的根源。 2014年, 一位来自波士顿学院的棒球选手, 发起了一项名为冰桶挑战的运动。 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引起人们对罕见疾病剑动症的关注。 挑战者要用一桶冰水浇在自己头上, 然后上传到网站上, 然后通过社交媒体邀请对方加入。 如果对方不接受挑战, 那就必须捐给剑动症治疗基金。 这个看似玩笑的活动, 在短短的时间内风靡全球, 吸引了众多体育明星, 好莱坞明星, 硅谷互联网巨头比尔盖茨, 扎克伯格, 篮球明星詹姆斯·詹姆斯, 歌手泰勒斯威夫特, 以及前总统布什。 这个活动在中国传开后, 周杰伦, 张子怡, 周鸿一, 罗永浩, 雷军, 王石等一众明星和大腕们也都参与了进来。 据统计, 美国参加冰桶挑战的人数达170万, 捐款250万, 捐款总额达1亿15亿美元。 这个活动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有几个关键点, 一次活动具有非常强烈的视觉效果。 2. 模仿能力强。 3. 自带社交功能。 让我们看一下活动的设计, 第一次被人当头浇了一桶冰水, 尤其是那些明星们狼狈不堪的样子, 吸引了很多人的点击和传播。 其次, 冰桶挑战的难度并不大, 只需要一桶水和一些冰块就可以了。 这次的活动是以慈善为目的的, 所以参与者们都很骄傲, 愿意在社交媒体上点名自己的好友, 以此来传递善意和恶意, 让这场活动变得更加具有感染力。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产品设计案例。 耐克曾经专门设计了一款专为自行车运动员阿姆斯特朗设计的万代, 建立阿姆斯特朗基金。 这条手链是亮黄色的, 非常显眼。 由于耐克公关机器的大力宣传, 黄色万代成为坚持不懈的精神象征。 当我们看到这条万代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是一种自我展示, 所以他们才会买下万代。 同时, 他们也在宣传自己的产品, 一旦戴上这条黄色的万代, 就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成为社会的证明, 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模仿。 这款万代大获成功, 首批500万条在半年内销售一空, 最终全球售出8500万条。 正是这种公共性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模仿的机会, 使人们能够分享他们对产品和思想的感受。 接下来, 我们将解读第五个关键要素, 即实用价值。 人们喜欢传递实用的信息, 所谓的实用信息就是你认为有用, 别人也会用的信息。 归根结底,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想要帮助别人的欲望, 而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和商业服务, 却很少有机会帮助别人。 于是, 一些人把自己的好意变成了各种公众号的文章, 转发到了朋友圈和微信群里。 于是我们看到了如何跟老板谈加薪。 你不能不知道办公室正值跑步, 这样跑才不会伤到膝盖, 不控制饮食也能减肥。 这篇文章被疯狂转发。 除了前面提到的帮助别人外, 大多数人都很难抗拒内心深处的实用主义。 知识总是好的, 也许我用不着, 但是了解一下总是没错的。 这是我朋友需要的信息, 我会转给他。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获得了帮助他人的满足感, 而且也实现了自我形象的塑造。 我见多识广, 精明能干, 我乐于分享这种无法言说的动机, 让人们不厌其烦地转发。 除了产品本身的实用性外, 还有一些心理学手段可以增强信息的诱惑力。 心理学中有一种锚点理论, 即人们会把参照物放在脑子里, 通过对比来评价产品。 无良商家利用这一点, 把原价200块的衣服订到了300块。 而且现在只需要180块钱, 相比于老实说现在是9折, 这样的宣传肯定会吸引更多的顾客。 同样, 现实、现实等宣传方式, 也有助于强化信息的诱惑力, 促使人们去传播。 例如, 规定每一位顾客限购一件商品, 往往会给人一种物美价廉的感觉, 要不然就会被抢购一空。 在推动产品和理念的传播过程中,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经过了网络媒体和公众号的洗礼, 网民们已经不会再被那些虚无缥缈的标题所迷惑了, 他们会选择更多的阅读内容。 然后, 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以下两点。 第一点是实用信息应该简洁、具体。 例如, 在雾霾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的时候, 一款小程序就被大量下载, 每天都会播报用户所在位置的PM2.5数值, 并提供户外活动强度、 是否戴面罩之类的建议。 再比如, 这两年新起的运动软件PEEP, 就是因为提供了精确的健身方案和训练动作的视频演示, 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传播。 第二点, 不要追求太多的实用价值。 有时候, 如果是针对某一领域的实用信息, 因为同类信息太少, 那么用户就会更乐意在同一个账号上传播。 比如, 大部分人已经停止了对日常保健的广泛宣传, 但是对于某些病人来说, 诊断、 治疗和康复的信息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因为这些信息都是针对特定疾病的, 通过病人之间的关系迅速传播的。 最后, 我们来解读第六个要素, 故事。 人们喜欢故事, 从《圣经旧约》到《荷玛史诗》, 从《苏格拉底》到《论语》中的孔子, 这些流传最广, 生命力最顽强的思想都是各种各样的小故事。 用故事的形式来表达概念或想法是最容易被接受的。 你还记得一篇文章, 讲谦逊是美德, 但你一定记得恐戎让离的故事。 你还记得一篇文章, 说过不能对坏人心思手软吗? 想不起来了, 但你一定不会忘记农夫和蛇的故事。 通过接触故事的形式, 我们可以提炼出产品或者思想的核心信息, 从而推动传播。 只要人们把故事散播出去, 那就等于传播了你的产品和理念。 几年前, 美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叫杰瑞德的年轻人, 因为缺乏运动和饮食习惯, 体重飙升到了400斤。 然后他一发不可收拾, 每天都在节食, 中午吃素, 吃赛百味, 三个月下来, 瘦了90斤, 瘦了200斤。 这个年轻人的故事一经曝光, 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电视、 社交媒体纷纷报道。 而赛百味品牌也借着这个故事, 取得了良好的品牌传播效果。 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故事, 就会发现它包含了很多关键因素。 1. 社交货币吃快餐能减肥吗? 2. 食用价值三个月。 3. 情绪体重400斤乌龟是人生的最低点。 痛病思痛, 怒减200斤, 走上人生巅峰。 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故事, 它将赛百味产品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它给人们带来了惊喜, 也给人们带来了情感上的体验。 关于产品的信息, 因为一个人的经历而成为所有人可以理解和认同的故事, 从而获得传播性。 人们谈起杰瑞德的时候, 并不觉得这是在卫塞百味做广告, 只会觉得这是一段励志故事, 甚至会主动去搜索相关新闻, 以此来验证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但在运用故事传播思想时, 需要特别注意故事本身的逻辑。 大家可能还记得百合网发布过一则广告, 年迈的奶奶对着外孙女说, 结婚了。 八,姑娘下定决心不能再慢慢挑了, 选择注册婚恋网站求助。 广告的最后一幕, 奶奶插着一支笔, 奄奄一息, 女孩穿着白纱, 带着一个看不清脸的男人走到床边, 泪流满面地说, 奶奶,我结婚了。 这则广告招致众多质疑, 原因在于, 虽然故事本身极具感染力, 但却暗含着否定女性价值与家庭价值, 进而质疑广告本身是否正确。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相比之下, 一打口香糖的广告就更有创意了。 一个在便利店工作的小伙子, 喜欢上了一个经常来逛街的女孩, 每次想要搭讪都因为胆怯而不敢开口。 有一次, 女孩去便利店买了一盒口香糖, 付完钱却忘了带走。 男孩举着口香糖对女孩说, 你的一打女孩转过身来优雅地笑了。 这个故事恰到好处地赋予了 口香糖品牌传递情感的内涵。 这句话, 在广告推出后就成了一句流行语, 说明了一个好故事的生命力。 所以, 如果你觉得在产品中找不到令人惊讶的内在特质, 那就试着给它讲个故事吧。 节目结束时, 让我们回顾一下疯传艺术中的STEPPS法则, 即六大要素。 第一, 社交货币。 人们在社交中交换话题, 话题会塑造个人形象, 人们喜欢与众不同的话题, 因为他们想要塑造与众不同的个人形象。 二, 又因, 某些刺激可以瞬间激发人的记忆, 使人联想到相关的内容。 如果能够在特定的环境中激发顾客的内心记忆, 引起人们的讨论, 那么产品和创意就会成为社会话题。 三, 具有感染力的内容可以激发人们的情感, 特定的情感可以增强人们的分享欲望。 我们需要选择那些能够激发人们分享的情感, 甚至是负面情绪也可以用来促进传播。 四, 公共性, 每个人都有从众心理。 因此, 要尽可能地把产品展示给人们, 让人们模仿你的用户, 这样产品才会流行起来。 五, 使用价值人与人之间往往有互相帮助的倾向, 因此, 向用户推荐实用可靠的内容时, 用户会自动向他人推荐。 六, 故事比单纯的信息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只要把产品和思想融入到故事中, 就可以让人们传播我们的产品和思想。 这本书解释了流行的秘密, 运用本书所提供的Stacks法则可以迅速抓住人们的眼球, 迅速获得认同并广泛传播, 形成一个巨大的流行传播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